现在咱们国家这个仿制的技术真是厉害啊 我买了一对GP4的卡钱 我回来翻看了半天 居然没有分辨出来它跟真的有多大区别 大家都知道这个GP4的卡钱真的要四五千块钱一个 而这个仿呢只需要五六百块钱 差十倍的价格 我特意买回来我想试试水 我看怎么样 因为毕竟咱们玩车的什么经济水平的都有 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那么贵的配件 走捷径也不是不可以的 但是它一定要稳定 要经过咱们的亲身的试用 好用了才会跟车友们推荐 然后呢 这个电机是13寸的4000瓦片 我准备给我的自用车换上 我自用车现在是6000的瓦片电机 然后我们本地有一个车友也是招集药 我就把我车上的6000拆给他 把我这4000换上去 因为我也觉得那个6000我有点用不上 速度太快了 我现在骑车也不骑那么快 换上4000以后呢 速度也能达到134 150 足够用了 然后今天也是来了几个小伙伴啊 因为我们锦州现在开始给电动车上牌了嘛 大家约了一下准备一起去给车上牌 是三年的零牌 可以有效期到2015年的12月份 也就是说超标的电动车可以合法的上路骑行三年的时间 三年一千多天对于我们来说足够了啊 而且三年以后只是市区不让骑 在郊外依然可以骑啊 看看三台电王银的金站 这个是我们习老板的车 十万的金站三代目 看看人家这个前面一套 MST的电条前减阵 M50的卡钦 全车的斯坦罗斯 然后巴弘特的防水杯 以及这个OBI的前边的太柔 G Pro的双叠前轮骨 人家这个车是双叠的啊 可不是单叠的 不是OBI中楼 不是OBI啊 啥呀这是 我也不知道叫啥 这上面写的不是吗 OBI吗 这方是被中楼我的理论的 反正一千多 我知道啊 一千多 然后这个巴弘特的这个装饰盖 九百多 人家前面这一套东西就能买我一台车了 我这一台车才两万九 人家前面一个前轮就已经将近两万九了 这就区别啊 这个大灯 加马斯的大灯 激光大灯 四千八 然后这个车很多网友都说 这个配置够了 但是平擦不够 确实这个车的平擦车主没有换 车主 我替车主说句话 不是买不起 车都已经交到十万多了 还差一根平擦钱嘛 是车主喜欢我们菜脚风格的这个结构 喜欢那个长轴的后边带户盾 带户板的这种车 然后车主也说了 我花自己的钱改自己喜欢的车 管你们喜欢不喜欢啊 挺有性格挺脾气的一个人 然后这是我自己的车 一会儿这个六千瓦片的电机就要拆下来了 拆下来给我们这位成员使用 他车上这个电机粘头太长了 已经开始出现轴承咬牙的声音了 然后他又不爱等 我说那我把我车上的电机拆了给你得了 然后正好我也想换一个四千瓦片的电机 这个六千对我来说有点太大了 一会儿换上 这个车呀 它的三大件猛 我摩托车 我朋友的宝马 起步一百米跟二百米都干不过的 特别猛 准备去上牌了 先上牌去 上完牌回来再拆点泥 你要卖的话 你都不离不上牌的 没啥意思 你上完牌到时候也能直接套到别的车上 车牌上回来了啊 我们锦州实施的政策是超标电动车可以上三年的临牌 过渡期临时登机证 看到吗 然后有效期是2025年12月 也就是说你可以合法的上路再骑行三年 三年一千多天 一千多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 因为可能骑不到三年半袋就换车了 是件很好的事 而且给我们也都上了保险 有了保险以后也是对咱们玩家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保障 然后呢 虽然说大家现在都上牌了 也一定要记住戴头盔骑行 不要闯红灯 不要在市区标车 一定要尽自己的一份力 让大家改变对电膜的一个歧视的看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